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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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女人就是以為 只要結婚了 我只要結婚了 我就安心了 這男的就再也跑不掉了 先結婚嘛 再來 再幫他生個小孩 而且最好還生個兒子 我絕對搞定 就破董嘛 對 但是 坐穩了 我覺得媒體也是這樣 真的 怎麼了 這也是 你說這個 王泉仁跟麻衣 其實我們還去 麻衣不錯 滿好的 也生了兒子 對所有女生 是不是心想說 一切都順順順的 可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媒體又開始 對 又開始 雞蛋裡挑骨頭 你手上拿那個周刊 我想所有人都看不懂 因為那個周刊我先講 想他就說 麻衣去參加艾莎的婚禮 然後麻衣一個人去 照理說他應該跟老公一起出席 可是沒有 他就行單飲之 那之後有人到麻衣家去玩 就是拜訪 也是麻衣一個人出來 再來就大部分時間 就看到麻衣一個人遛小孩 他因為有個兒子了 都沒有看到王泉仁 那這整個新聞裡面 也沒有王泉仁 他只有講說王泉仁 就是過門而不入 那再來這個新聞裡面 我覺得唯一一個新聞點 他說是麻衣每個月的家用 是50萬 就這樣 50萬台幣 台幣 大家眼睛要睜大 50萬 50萬台幣 不算王家 王泉仁個人資產70億 個人 個人 不算家族 應該是不止 那這個新聞我幫大家解讀一下 就是 他其實是這樣 就是在 有一段時間以前 大概有兩三個月以前 媒體所有的狗仔 都接到一個料說 他們之間的婚姻似乎出了問題 可是這個問題不在麻衣 這樣了解了 不在麻衣那一定在 小孩的爸 為什麼小孩的爸都過門而不入 可是我要講說 因為王泉仁本來工作的地點 就不是在台灣 他其實是那個 就是他爸爸這個公司 他其實派在海外的 所以他不常在家 或不常在台灣也正常 但是為什麼周刊卻出了 這樣一個新聞 你也看不懂 也不是獨家 好像也沒有內容 是因為我想 他們並沒有拍到 就傳說中 王泉仁不回家那個原因 大家聽得懂嗎 我們一般獨子就看說 那也沒有看到什麼 你們就這樣 那都沒有拍到 就這樣報導一個事情 對啊 沒有內容 所以說就以專業的 內行的來看這則報導 是說應該有什麼事 但是只是還沒有拍到 但是就先丟出來 對 應該是這樣 而且最新的消息是 因為這個新聞 大家不要覺得說 很平淡無奇 好像也還好 可是王泉仁 因為這是他第二次婚姻 所以他的爸爸王文陽 有個說法就是王文陽 其實對這樣的狀況 有點不開心 不高興 但是這又是記者寫的 所以真正的狀況 是怎樣不知道 沒有 他的不開心是說 對於平平上娛樂版面 他不開心 還是說如果又有一個 對 我認為是他的 婚姻上又出狀況的話 對 但是我想 觀眾朋友比較想了解 就是說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迷思 因為男人都會希望自己是這個女人的第一個男人 對不對 那女人一定會希望我是你最後一個女人 那永遠有這個迷思 就是誰是王泉仁最後一個女人 你知道李晶晶 她的第一任太太 我認識她 她也算我的朋友這樣 當時你知道她跟李晶晶之間 她們是在中學的時候 在台灣唸美國學校的時候就認識了 她們也是青梅竹嘛 可是當時並沒有一個交往 可能就是王子跟公主 後來她們各自在不同的國外唸書 因為王泉仁跟她爸爸都是英國唸完書回來的 她們是走英國這個體系 那當李晶晶也是在國外唸完書 我記得是在美國 如果唸完書之後她回到台灣 她們在一個聚會上認識 她們就愛上了 愛上之後當王子要娶公主的時候 你知道她跟她說什麼嗎 她說真是一個巧合 你是我這輩子的第一個女朋友 你也是我結婚前最後一個女朋友 我結婚前最後一個女朋友 沒錯啊 對不對 對啊 數學不好還要想比較久 她是她的初戀啊 她是她的初戀 然後這中間又包括那個柏妍安 換成錢柏妤那個名字 對 有沒有忘了 她中間還有一個女朋友 有來自主戀 還有她的國外唸書 對 然後又有一個女主播 對不對 她的意思是說 繞了一圈 我娶的人是我的第一個女朋友 一定也是最後一個 好浪漫 她說婚前最後一個 對啦 婚前沒有錯 就一結婚之後 一年之後 但是這媒體也寫 說這個 她交往的對象 好像模式都差不多 都是前熱後冷這樣 我真的要講 她在跟她求婚的時候 是不是說很浪漫對不對 我會照顧你一輩子 然後你是我第一個 也是最後一個女朋友 好多承諾 一結婚不到一年 王全人申請家暴 她太太打她 不要弄錯 他們家是滿妙的 真的 你們忘了這新聞嗎 她指控說晶晶打她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不可思議 你知道李晶晶不到四十公斤 不到四十公斤是要怎麼打她 然後王全人就覺得 你們都不信是不是 我告訴你們 那個李晶晶是三鐵高手 就吵翻了 後來連他們家裡一個垃圾桶 他要李晶晶搬出去 李晶晶沒有還那個垃圾桶 王全人律師都告 李晶晶垃圾桶的事 好 我就不再提了 好 總之後面這個官司 打了很多很多年 終於離了 對不對 那各位 王子通常都這樣了 王子很浪漫 王子感情很豐富 可是王子只有一件事情是缺點 他絕對沒有耐心 他從小到大 要伺候他的人有多少 我為什麼要有耐心 我為什麼要等你 你知道他為了追我們友台這個主播 因為這個主播他好喜歡 他的媽媽也很喜歡那個女主播 長得很美 長頭髮 來 童話 他為了 他去學鋼琴 就學這首 從頭學 就學這首 然後在這個主播生日的時候 在他面前彈童話 沈澤 挑一首簡單的小蜜蜂 翁翁翁不是比較好 很簡單 很簡單 王子 一種人就一種人 那妳就嫁給小蜜蜂就好 我聽得到很開心 小蜜蜂也不錯 只要幸福就好了 就是啊 重點是在於溫度的幸福好不好 艾利斯老師 我們就來分析什麼樣星座的男人 他追的時候很熱很積極 但是冷的速度也超快 真的 我們今天從三顆星星 從你們的太陽 月亮或金星 還有妳另一半的這個星盤 我們來看看 他是不是追的時候很熱 可是冷卻的也很快 好 首先第三名呢 是我們太陽月亮金星 落在這個星座 我們水瓶男 對 水瓶男怎麼說呢 是屬於這種 不如預期打退堂鼓 我們知道說水瓶男 其實他天生愛唱反調 你熱的時候他就冷 你冷的時候他就熱 他好像隨身呢 就攜帶一個那種 溫度調節記憶 對 他覺得我們兩個人的能量 愛的能量 一定要維持一定的熱度 一定的溫度 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熱 而且他很喜歡就是 擁有自己的個人的隱私空間 所以他常常習慣性的消失 這種習慣性的消失 是會讓女生抓狂惹毛的 真的會很不舒服 所以他的感情度 現在這種低溫慢熱的類型 再來為什麼說 不如預期打退堂鼓 譬如說這個水瓶男 他心中的女神就是靜春姐 你長得好像靜春姐 是我心目中最愛的女神 最崇拜的女神 所以你的言行舉止 一定跟靜春姐 一模模一樣 可是偏偏你不講話還好 一講話他就吐血 他覺得那你一點都不是 我心中的那個女神 於是他就覺得 你不如我的預期 他就會慢慢的打退堂鼓 他的熱情就會減退 或者是他看你精明人幹 非常有智慧 他就是喜歡你這點 所以愛上 可是發現你連藍牙 是什麼都不知道 也不會網路購物 線上刷卡 連你們家裡的洗衣機 都不會超出 他覺得你實在是太愚蠢了 所以他就覺得不如預期 所以他就會用冷處理 慢慢慢慢的就把你給燃掉 因為他覺得我們沒有未來 你不是我要的對象 好 那再我們看看第二名 太良越讓 就退貨了就對了 對 有一個男生跟他女朋友 分手的原因 就是他女朋友不知道煮飯的時候 洗好米之後 要放水 他以為洗好米了 放進去電鍋之後 蓋起來就暗就讓他煮飯 結果電鍋炸掉 怎麼會炸掉 你也不會做電鍋 頂多變成爆米花而已 我就覺得 這個事情對他來說 他就覺得太誇張了 接著再問他其他的很多事情 他就是 我不知道媽媽沒有教我 他就覺得天啊 你都幾歲了 你什麼都不會 結果就 他慢慢就沒辦法 跟這個女生交往 因為他要以結婚為前提 他覺得我現在是 娶你進來要幹什麼 對 還有一種就是 下班回家很餓 想說你飯怎麼到現在還沒煮好 他說煮了 他就不熟啊 他就是把整個 就是那個煮飯鍋 就放在瓦斯爐上 他放在瓦斯爐上 電鍋 對 對 他就完全放在那邊 他以為是什麼都要放在瓦斯爐上 這樣 有這種事情嗎 有 有 真的有 所以我覺得太遠了 對 好 來再來 太陽 月亮跟星星 落在第二名的牧羊來 所以不再新鮮萌生趣意 其實在基本功的這一個 牧羊座 牧羊座的男生 其實他是需要長時間去觀察的 但是為什麼他還是會陷入 這樣的一個感情的模式裡 因為他衝得太快 因為畢竟他是視覺性的動物 而且對他來講 他是屬於情慾派的男生 所以對他來講 他就是可能譬如說在情傷 或者受到打擊 或者是生意 做了有一些挫折 甚至就是意識不清的時候 或喝醉酒的時候 你就突然闖進 一腳踹進他的心門 他不小心開得太快 於是你就闖入他的生活 他就突然愛上你 可是等他清醒了以後發現說 不 你不是我愛的那種女人 而且一點都不神秘感 馬上就為我洗衣煮飯 他覺得他要的不是這一種 他喜歡一種可以很神秘感的 然後永遠都有挖不完的 這一種迷人跟魅力的特質 他會很喜歡這樣的女生 但是你也投入得太快的時候 他反而會害怕 他就會冷得也很快 所以他就會從 對 而且他在追求 Miyana在追求的時候 他是有階段性的 他是會規律地遞減 他的熱度 從還沒有牽手 他對你是絕對最有興趣的 對 一度從牽手 到天雷溝洞地火 他的熱度是完全遞減 所以你可千萬不能 才跟他牽手清完嘴之後 立刻就把頭髮抓起來 洗一口 洗一碗 鯊魚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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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習慣鯊魚夾 夾了就馬上去 其實那根本都不用 你只要卸個妝 就把他嚇到了 真的嗎 你都愛自己太怕了 這樣聽起來是要嚇走 那個母羊的也是滿快的 很方便的 好 趕快看看第一名 讓我們最害怕的就是 雙子男 洗一碧滑 洗一碧滑就是雙子男 還有王全忍 剛剛好我們今天的主題男 主角都是雙子男 他其實會對你這種 又快忍又快熱 就是屬於他真的不夠愛你 他真的不夠愛你 因為對他來說 我們雙子座真的是 他永遠就是會在 對立的兩個點 交叉點 然後不斷的掙扎 不斷的 一下子跟你 好 就是感覺 對的時候就對你 從頂輪一路到生殖輪 清到一個不行 然後揉揉包包甜甜蜜蜜 他是非常快樂的愛你 可是一下子呢 他臉又一甩 又擺個撲克臉 你又不知道他在怎麼了 他又這樣你離他遠一點 他需要靜靜 你還在想說他需要靜靜靜靜 是誰的時候 他又轉過來跟你聊天 又覺得很愛你 等一下我們去哪裡約會 去哪裡旅行 所以他那種忽冷忽熱 他不是忽冷忽冷 他是冷熱不調 所以這種這種體質 這種戀愛體質 很容易會把女生搞瘋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他很愛分手 他可能一下子就會覺得說 好愛你喔 一下子就覺得 你就是我最愛的小公主 你就是我最後的那一個王后 我永遠都會守護你 然後愛著你 可是到最後他發現 那個感覺不對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你踩到他的地雷 兩個點 他會不夠愛你 就是第一個 你踩到他就是沒有辦法戒嚴 他沒有辦法戒掉 讓他貪喝兩杯 睡前那兩杯 可是你就是一直叫他建議 一直叫他不要再喝多了 這個時候他覺得 這是你踩到他的地了 因為他不想要 你為什麼要來征服我 反而我是高高在上 所以他就會用冷淡來處理 那另外一個就是 所有的雙子男 很容易犯的毛病 就是他找到另外一個人了 他遇到另外一顆 跟他可以更相容的 這一個熱度的心 有靈魂更正在跳動的 這一個戀愛的感覺 所以呢 他就會想跟你分手 他是當你乖乖的跟他分手 他又要你了 所以這種很難搞 所以他最低於你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這種快樂快樂 就是讓人家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其實像我們 我們剛好這一組人 都遇到的是天蠍女 我們麻衣是天蠍 然後陳惠玲 這個澳門企業家 這個女生也很年輕 她好像才1980 她也是天蠍 所以他們其實在拼的是一個 逞 逞強 他們在愛情裡 天蠍女在愛情裡 就是在逞強 她會逞到最後一道防線 她撐 撐到最後 撐到都不行的時候 搞不好撐一輩子 對 其實我們一直都搞不懂 雙子男在想什麼 但是其實大家也不用費心 因為她連自己在想什麼 也不清楚 她的標準一直在變對不對 而且千萬不要對雙子男說 我就是妳的正公娘 我是妳的原配婦人 不不 她不想聽這個 她覺得妳想控制我 我怎麼只可以那麼好控制的 她就會想飄走了 對 所以她其實是會 死在自己手上 她覺得她其實一定有一份真愛 但是她不願意去承認 或者是她自己都摸不透 她也一輩子都花了很多的力氣 在探索這件事情 是 好 那以上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好準喔 休息一下 今天廣告馬上回來